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很担心的是连准会以鹰派言论的动向 那么也看到了台股在突破了生命线之后 又拉回进行季线保卫战 那么也看到了包括了一连串的一些不好的指标出来 我们台币感觉上越来越弱 出现了三字头 美元指数继续不断的高涨 M1B M2呈现死亡交叉 也看到了NVIDIA第二季财报不好 第三季展望也不佳 种种的这些利空 但是个股表现差异很大 有些股票是这个呈现大涨的情况 让很多小白说 真的是快要神经错乱了 这样的一个神鬼奇航投资计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我们最近看到韩国的小白们 好像也很不好过 韩剧说有些小白搞到最后是人才两师 台湾跟韩国的小白比一比差在哪里呢 而在产业面上我们也看到了 不管是在我们的产业上 或者军事的战场上 高阶晶片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们先带您一起来一探究竟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这边是神鬼区 万宝周刊总编辑 庄总编欢迎 清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应联欢迎 清宜好 大家好 我们财经系教授段老师欢迎 清宜好 大家好 齐航区科技公司的CEO刘俊成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中国专家吴老师欢迎 清宜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就来看 这个礼拜虽然说股市 小鬼当家很多个股表现非常活泼 但是整个总经面来看 你会觉得还是利空照顶 台币扁破了30块 美元指数20年来新高位 那么音量非常大声 音派升息阴霾还是笼罩着 外资卖超过了一兆台币 新的里程碑是卖超 那么7月的领先指标 外销订单还是减了将近2% 那么整个资金的动能 M1B M2死亡交叉 我想先问我们现场的来宾 大家都说是个反弹 好像差不多弱势反弹 出现了一些逆风 又出现季线保卫战 有没有可能出现大回档 此时此刻我们台股最近的情势 大家觉得会不会 4票说不会 只有一票说还有一半一半 好 郑贤一起来看 不会 不会 我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趋势的成立是看季线 一般我们都是来看上市的季线 上市的季线的确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拉起来的时候守住了季线 但重点是 为什么这一周大家这么happy 不是也在季线附近而已吗 原因是 大家看上跪指数 我们这上跪指数 是创近期来的高点 已经回到了六月份的新高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几乎跟Next Deck 跟费人半导机的位置 差不多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的确 第一个我们要想 刚刚轻易讲了很多利空 外资频频在卖 汇率 钱不是一直往外跑吗 对 追着美金康 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不跌破季线 如果这么多人在卖 请问被谁接走了 大家提到了 武安基金可能是一个 不要问了台湾有很多愿意 在这个时候接台积电的人 愿意在这边接ETF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让台股撑住了 为什么他们愿意 因为台股相较国际的位阶是低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我才说了 指数在这里 因为你说我们这个低顺 谈得比较弱 对 所以我说上市指数 的确因为外国人在卖 所以大概就是弱势反弹 在基线附近游走 但我们就看大做小 选择小心股 我记得在这个月 我都跟你们说过 个股的表现差异会很大 我相信上个月指数 已经在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了 OK 好 就是现在看个股自己表现了 音量 也是觉得不会回档 对 我认为不会回档的原因 就在于说 接下来这个行情如果要大幅度回档 一定是美国要大幅度的升息 对 但是以目前的升息的 马数几率来看 其实9月份可能是 最后一个大幅度的升息 可能后面就会减晚升息 所以我也会认刚刚正言之后讲的 你可以看到上柜指数 为什么最近开始涨上来 代表说在散户退场之际 因为N1B跟N2是死亡交叉 散户退场之后 谁接走了 那有可能是有一些比较大 资金比较雄厚的人 趁这个机会慢慢再做一个承接 那他们为什么会承接 主要在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 这是目前市场认为 这个升息马数的一个几率 升13码他认为是22.11% 升14码是46.1% 升15码是28.7% 那我们上半年已经升息多少了 前面就已经升了9码 那现在市场说 到底是13还是14还是15 那不一样的版本 那13码的版本是比较偏向高盛最近的一个看法 高盛他说可能9月份他就升2码 升2码之后后面都1码1码 那14码的版本应该就是说 9月份升2码 然后11月我再升2码 12月我再升1码 那小摩的看法应该是比较偏向这个版本 他认为说 就算9月份最糟糕 我升个3码好不好 那我后面都只剩2码1码 等于最坏的时间过去了 所以9月他认为可能是最坏时间过去了 这有可能就会让整个市场大户 愿意在这地方做个低接的一个动作 所以大户都回档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另外关键在于说 其实要升息就是为了要压抑通膨 那如果通膨压下来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再做过大的一个升息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7月份美国CPI是8.5 但是你扣除掉这个所谓的波动比较大的 能源跟食品价格之后 它核心CPI其实5.9% 是已经创下6个月的新低 那最近的波动比较大的 你说能源也好 那个食品价格也好 你会发现 美国最新的汽油零售价格 在6月份的时候是5.19 一加轮5.19美元 但是到最近来看的话 只到4美元左右 所以这段已经跌了20% 然后运价指数你会看到 最近也是狂跌 那运价跟食品价格有一些关系 那你会发现 波动比较大的这些都在回档 所以这一次美国纵使9月升息三马 但是后面来讲的话 整个通膨有些下来的情况下 它的升息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那我就认为 我的结论就是说 这一次可能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恐慌 所以我觉得不会跌大幅度的回档 OK 这个可能反弹就算比较弱 也不用到恐慌那么害怕的程度 我们看段老师 现场里面比较警戒指数还是偏高的 好 段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集中市场成交比重的话 电子业这个占得非常非常高 所以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说 半导体指数跟我们台湾加权指数 有没有很大的相关去 那是不是长一模一样 长一模一样只是一个在下面 一个在中间 一个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 不管是不是电子业的 这个是我们台股 对啊 这是我们加权指数 不是我们电子业的指数 这是NASDA红色线 是 对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世界半导体贸易的统计的组织 它的预估 你看一下这个预估都在往下走的 难道我们还要说 现在是景气非常好 指数会反弹了 这是已经落底了 这是目前的看法了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电子业产品的新订单 你看一下这个是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跟工业性的电子产品 基本上都在走下坡的 都已经跌到非常底端 连PMI指数也都落到50以下的话 连PMI这种问卷区问老板 都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不妥当的 那你还要认为说 现在是景气落底吗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 MCU的部分 所谓的MCU就是 所有电子业的最上游 这个类似比方说 是设计业的部分的话 看到去年1月份 都已经到top了 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这个还不是台湾的公布的资料 这是Bremberg Bremberg所统计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最近是已经到负值了 所以你说 现在的电子业半导体 是已经去库存了吗 基本上是还没有 怎么去库存 去库存法 所以现在的景气 基本上是还没有落底 那基本上我们是认为是说 标准公司 也就是编制所谓的 S&P500那家指数公司的话 他非常严谨的认定说 你如果指数跌下来20% 但是指数如果再涨回去20% 这个叫做是熊市中的多头 熊市中的牛市 但是问题是大家要紧记一件事情 你的资产100块钱跌到50块钱 那这个是跌多少 跌50% 但是从50块钱要涨回来100块 那糟糕了 那你可能要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熊市跟牛市的定义的话 在S&P500里面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严谨的定义 不要以为说现在回来20% 就是回到原来的价位 不是啊 所以大家要切记这件事情 所以段老师觉得 现在所有指标都告诉大家 这个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在 所以还是要警戒 有可能随时会回答 但是问题是刚刚有来宾讲说 目前hold住的 当然就是国安基金 国安基金钱别人的钱 还有另外一个 谁在买台机电 刚刚谁的问题是 谁在买台机电 投信公司 投信公司的钱是谁的钱 散户的钱 OK 好 我们又来看 那这个礼拜当然最火的 就是生技股了 真的请我们一起来看 那生技股我们之前讲过 它好像抗通膨 上个人我们聊过说 有钱人不怕通膨 有钱人怕什么 我们讲 上个礼拜我们讲东哥 我说有钱人不怕通膨 那有钱人怕什么 有钱人怕死 所以 钱多特别爱死生病 存货问题也严重吗 药品不存货的问题 没有问题 当然它有题材 那么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台湾的生技股 真的不是空手道了 而且 如果只是在台湾 自己贩卖 那叫狭闹 狭闹 完全都只有题材而已 真正要 就要决战美国市场 一个美国 在全世界药品市场 的总获利 二分之一强 就是一个美国市场 所以如果现在 台湾 我们要选择生技股 要长长久久的 不是只跟着题材的 一定要干嘛 打进美国市场的生技股 而不是说 它过关了 它过关 它过哪里的关 一定要过美国的关 那我把这些药品 再帮大家体检一下 第一个 新药 是大家最想的 那我就跟大家讲 指标股 6446的药华药 它就是在美国欧洲 持续的在贩售 那另外一个 在新贵叫人心 那今天刚提出了 在这一周提出了 三期临床 因为它是孤儿药 而且是一个跟药华药一样 是个无药可救的药 所以它很有可能 会紧接着药华药过关 那另外提起来 当然我说也要转机股 我也提到了 气喘药的益德 但这个要到明后年 才会比较明朗 那不只在美国 卖新药很好赚 在美国甚至在学民药 都很好赚 但是我提到 要卖得动 就是你会卖 那一直提过 1795的美食 因为有艾薇群 是它的大股东 所以卖得动 另外一家公司 它比较陌生叫声达 大家可以看到 之后它转型到美国卖药以后 一季赚一块 股价在50块附近 你很少看到 一年赚4块的生技股 竟然50块 一采的话 这一个礼拜 全市场都在看合一 那除了合一的带动 我们另外看一个叫科研 为什么 这是多玻尿酸 大家波润会比较理 是医美 这是用在膝盖上 这个膝盖的老年人 一定会有玻尿酸 那过去在美国都是三季 可是它做到三季合成一季 那生物相似药 第一个是投信 任养的叫台康 我讲快一点来讲 生物相似药 就是生物药的学名药 但是因为它很难做 所以它学名药 它算是学名药 但是它不会两三块 它几乎是新药的 七八成到五六成的价格 高价高获利的学名药 另外一个 虽然这次茶厂没过 股价在低档 可是如果未来补件成功 可以注意到的是泰股 甚至叫505B2 什么叫505B2 就是改变技型的新药 这目前在台湾 有两家也过关了 一个叫台新药 一个叫义达 他们一直都要在美国贩售 大家可以多注意营收 此外的话 就是代工的保瑞 这我们也提了很久 我们说过要指标股 业绩股 转绩股 那这个保瑞 义德 亚华耀 这三档分别都创下清高 只要这三档股票持续在往上涨 升级股就是记得 记得打进美国市场的升级股 才能可长可久 这么多大家要怎么选 要怎么选 我帮大家问结论 如果大家问结论 第一个就是 只要要华耀在供 你就会去找这后面的公司 看前面做后面 因为这些前面都是投信在买的股票 所以让他们过高 你就可以注意到后面公司的比价效益 我们这边表示上看 看这边 然后可以坐这边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另外来看到的是 刚刚讲到升级股 韩国小白听说最近也很爱买升级股 应该我们写了看 最近有一部韩剧 大家才发现说 我们台湾叫小白 他们叫做 他们叫蚂蚁 叫蚂蚁 然后这个股神叫做 蚁神 蚁神 好特别 听说这个女主角蛮惨的 蛮惨的 投资到男朋友都跑了 对 因为韩国他们文化是这样子 就是说新人在结婚之前 一定要买房子 买房子才能结婚 这跟中国好像 对 很像 所以现在韩国人就是 年轻一世代薪水没有很多 房价又贵 那就变成怎么样 变成就说 好 那我就赌一把吧 就去疯狂的去炒股票 炒股为了买房 对 炒股为了买房 包括他们之前炒这个 虚拟货币也是一样的概念 那你会发现 其实韩国的散户有多疯狂 我们看到这次的报道 你会发现 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 韩国的散户 它其实当天的成交额 可以占股市的90% 90%全部都是散户 那再来甚至 中间有出现过20万人的连署 要求政府怎么样 不准做 永久实施所谓的进空 对 你不能空 中了吗 只能多 不能空 然后最近来讲的话 也有一个新闻就是说 特斯拉的持股里面 你会发现 大概韩国的散户 大概持有了412亿美元的市值 几乎已经超越第五大股东 甚至有韩国人 把房子卖掉 他去租房子 然后多的钱 全部All in 特斯拉 还好他是买在668 后来涨到900多 是有赚的 这部剧 他大概就讲说 韩国五个散户的故事 女主角是真的还蛮惨的 哪一个是女主角 这个是女主角 这是女主角 这部剧还蛮 一脸开心的脸 蛮好笑的 但是里面的一些散户的行为 我真的觉得 跟台湾散户 其实差不了多少 很像 其实我觉得 台湾跟韩国散户都差不多 可能全球散户都一样 那他大概就是这样子 女主角一开始 他不懂股票 对 就有个朋友抱他一档 都是这样 他去买 就买了一定赚吧 一定赚 通常第一个都会赚 通常你贴头上赚了 赚了之后 你对后面才会陷进去 他力量才有赚 赚多少 赚114% 这报酬率很厉害 那应该就是买一张 通常也是这样 他先买一点点而已 后来看他一直涨一涨 涨到85%的时候 他就all in了 对 结果一all in下去呢 就会变这样 就变这样子 我没有看我这段剧情 对 因为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故事 就变赔钱了 那他赔钱之后呢 男朋友魏芬夫就跑了 为什么魏芬夫就跑了 因为他拿魏芬夫的钱 一起去all in下去 买房子的钱all in下去 结果他赔了嘛 那他的一个魏芬夫 就觉得这个女生不OK 他就离开他了 但上次他越挫越勇 他后来就参加了这个股票的聚会 去做学习 他要了解到底怎么去操作股票 但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他的观念还没有矫正嘛 所以他没有钱的情况下 他就去跑去借高利贷 天啊 借了高利贷之后呢 又听信了一些诈骗的这个投资组织 跟他讲说 他们也有诈骗的 也有 我觉得各国手法都一样 各国诈骗手法都一样 就跟他说 你来参加我这个小组 可以赚20% 30% 一单股票可以赚20% 30% 免费的这些群组 免费的最贵 尤其是那种 大部分都诈骗 先跟你讲说保证破例多少 这个是百分之两百都是诈骗 保证就是诈骗 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 后来他参加过之后呢 就被 又再次输光 输光之后呢 男主角就借钱 男主角又出现了 对男主角 另外一个男主角 另外一个男主角就出现 就借他钱 这故事蛮浪漫的 从他这个行为里面呢 我大概就统认出一些 大概散户的一些通病 第一个 学习行为我觉得是OK的 但其他行为我觉得都是NG 比如说不懂得停利 你已经赚那么多了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卖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赔钱了 那不懂得及时停损 你一定要设个停损 像我的话 我都会设大概一档股票 我研究好产业 买进去后真的不行 跌破4% 就大概我看错 就一定要停损 4%你一定会走 对一定会走 那像这个已经跌掉 跌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亏损就过大了 所以一定要设好一个停损点 有的时候公司这么好跌 15%我现在刚好低档加码 因为前面你已经做好功课了 但是你会发现 你说你进去后真的不对的时候 跟你想到不一样 那就跟我想到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再见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要设好一个停损点 再来就是借钱投资的行为 尤其是他借高利贷 投资不要超出自己的一个能力 你在自己能力 有限的能力里面去做投资 慢慢把钱滚钱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再来就不要去相信什么高额报酬 投资一定会赚钱 这个是目前来讲 很多台湾投资朋友 也是一样的一个通病 再来你的心态要调整 不要想说去快速致富 其实投资就是要 用稳扎稳打的方式 那其中呢 剧中有一段我觉得还OK 就是说男主角 他教女主角正确的投资观念 就是教他看财报 他们有一个功课 就是说从生活中去找股票 找对的题材 看公司财报 结果他们真的找到一档 这个职务漏有关的 就替代漏有关的 也赚钱了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选股逻辑才是对的 就像我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讲说什么 6 7月营收在好转 那电动车题材的一个股票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同志 对不对 那你看同志其实这个礼拜 它也涨了十几% 所以这个礼拜呢 我觉得一样 我们一样用这样的一个投资逻辑去找 找到接下来有机会的个股 我个人认为是3390续软这两股票 为什么 因为现在电动车的销售数量很好 所以汽车的一个需求量很大 对不对 所以汽车的软板的部分 需求量当然是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跟汽车软板有关系的 东山机密 其实今年来已经涨了多少 121% 那腾昌诸事会社呢 这是日本的车用软板涨 其实最近来讲的话也涨了快一倍 那国内来讲的话呢 目前成用比重在拉高是这家公司 叫3390续软 然后你看他的财报 我刚才讲财报很重要 财报他来讲的话 去年是赚0.48元 已经是油亏转赢 他去年油亏转赢的时候 其实股价涨了78% 后来回档 回档之后你会发现 今年上半年已经赚赢去年 这超过快一倍了 所以呢 你从这个角度去去发 会发现他其实是一家 有转机的一个公司 再来呢 最后一个 这个是目前距里面没交到的 我会再跟各位讲 要懂得看筹码 OK 筹码上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今年以来买超第一名的券商 叫做台中营 买了快1000张 对 那通常来讲的话 这家公司对他不离不弃 应该是很了解他 那我们在看他最近 有没有做加码动作 你会发现其实他最近 有没有 最近又开始加码 大户继续在加码 对 买超第一名的在做加码 所以我觉得在筹码上来讲的话 他也是OK的 所以我后续认为 这样股票大家是可以做个留意的 给大家做参考 约会的新方式可以一起看财报 有机会逆转身 段老师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来看到这个 大家真的很爱买ETF 最新统计 ETF全台湾受益人数 现在成长到500万人左右 买台股ETF369万 人数跟金额都不断的创新高 大家很有恒心 其实我看得蛮感动 定期定额的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 大家没有停扣 这是不是应该值得赞赏按赞 别人恐惧我贪婪 不断的狂买ETF 段老师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是这些脱信公司广告非常成功 广告做得很好 广告做得非常好 你看公车上面一堆 公车上面都可以带着走的 当然贪婪跟恐惧的指数的话 我们看这个曲线 大概就可以非常清楚 看一下这个是美国CNN 所统计的恐惧跟贪婪指数 恐惧指数的话 大概是这个 但问题是前面一波的话 还跌到低点 现在是到恐惧需要去进场的时间吗 当然刚刚来宾也有提到说 有钱人不怕童童 对不对 但是怕什么 但是问题是 有钱人怕不怕贪婪 不怕他最喜欢贪婪 但问题是 钱多嘛 对 早期的时候 1890年代 日本官房长官 形容我们台湾的民族性 有三个民族性 爱钱 爱民主 爱做官 爱做官是要跟你说的 1890 什么隔了100年还是一样 对 最后一个 走死 全众 爱做官 是我自己加的 就是现在形容现在的一个态势 当然现在已经跌到底 我需要去进场吗 我觉得现在还不到底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这是今天的 对 那你看一下 他已经告诉你说 这张我也很爱用 现在还在这里中信 现在是中信 那一周之前 好好观察就好了 对 一周前 还是一样是中信 一周前 那你现在要去利用巴菲特的一个指标 巴菲特说他去买石油 买石油公司的话 你要跟着进场 人家在两个月前就进场 你现在傻傻要去 如意他们选定期定额买ETF也对 现在中信 对 所以待会我们会介绍 这个到底定期定额比较好 还是你要去炒底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习惯炒底 看到 傻傻说我不知道底部在哪 我不要炒底吗 我来买ETF 但是炒底是有一个规则存在 我们看一下投信投物工会的话 7月份全体ETF售率 来到500万人 光买台股部分就300多 占了七成多 所以大家去台股是特别有信心的 其实全球有统计过 共同基金在2026年会被ETF打趴掉 现在的共同基金的金额大概这么多 但是如果2026年之后的话 ETF会这么多 那会这么多 这边增加的金额是从哪来 那当然是共同基金 那共同基金 大家现在持有共同基金 你就要小心 你的AUM会陆陆续续的减少 这是一个警讯 那当然从共同基金的定期定额扣款的情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你说ETF那边的人是谁在买 那一定是这些人在买 所以这边往下走 ETF增加 对啊 所以这个就有这种趋势存在 为什么 可是去年共同基金表现非常好 今年选股蛮厉害的 但是问题是表现好了 是相对大盘 大盘跌 它跌的不要比大盘凶 那我就是赚钱 所以这个就是共同基金的一个benchmark 就是它去对应的标杆指标的话 我只要贴近它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财务界里面的所有的文献 100篇里面有90篇 都告诉我们说 共同基金是没有办法打败大盘 那当然这个对共同基金的基金经理人 是一个打击是没错 但问题在于说 实证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用以前的资料 大家都很习惯去看回顾 共同基金平均要打败大盘是困难的 困难的 所以你也是认为选ETF比较好 即便去年我们台湾的共同基金很厉害 所以公共同基金上面都一堆ETF 去追指数 所以大家就习惯说 这个听到说共同基金没有办法打败大盘的话 那干脆去买ETF ETF是贴指数 所以大家继续这样买 你看现在大盘量缩 大家跑去买ETF 你就OK OK 我们另外来看到 这些大咖们在干嘛 这个买FAMG 还有很多人是在抄底 在首选这些 这样子做对吗 你赞成吗 我觉得如果你有钱 你想要投资 目前FAMG的话 因为它已经落底了 落底的话不是到底 大概现在到B1而已 恐怕还有B10 还有B10 这样哪有到底 没到底 有可能会到B10 但问题是不要水灾就好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些 比方说这些建议调谷的话 我们看一张图形可能就比较清楚 你如果喜欢电子谷 就像台湾人 半导体的一个岛 电子岛都在台湾 大家都喜欢电子谷 电子谷成交量都六成以上 所以因此你看一下 我们FAMG的指数的话 相对于其他的所谓所有的电子类的指数的话 从2014年开始跑 累计的报酬率也比较高 虽然这一个跌幅是跌得非常凶 大家心很痛 但问题是这边更痛 这边也很痛 但是问题是他还是跑赢所有的 这个其他的电子类 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统计的报酬的比较 那就会看到说 2014年跑到现在为止的话 你看这个好像买一栋房子 2014年买一栋房子 有可能涨四倍吗 好像不大可能 你如果买房子涨四倍的话 恐怕会被内政部盯上 你有没有实价登陆 这个可是都是实价登陆 所以因此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张 其实最近有很多人流行 逢低买入 你逢低买进来 你到底是不是俄罗斯人 你这样非常勇敢的跳下去的话 那不是逢低买入的意思吗 所以现在是不是逢低买入 是不是正确 你意思是说 是不是要随便跳进去 看起来蛮惊悚 什么叫逢低买入 重点是什么是低 我们简单来介绍 我们就看一下说 股票如果涨一点 我就会告诉你说 现在股票太高了 不适合买 再涨的话 我就告诉你说太高了 如果万一今天如果东盘的话 现在可以开始买了 如果再往南走 我就告诉你说 继续买 如果再续跌 我就告诉你说 不要烦我 继续买 这个就是逢低买入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逢低买入的一个方法 所以逢低买入这样听起来 好像不太靠谱 问题是逢低买入的话 它有个定义 在我们 在所谓的逢低买入 要怎么买法的话 是跌10%还是跌5% 你就进场去买 理论上面我们看到 下面的三张图形的话 是跌10%就进场去买 去买完之后的话 再来去跟所谓的定期定额 还有再来就是一开始 你就把一笔钱 全部丢进去 单笔的 对 或定期定额 或是逢低买入慢慢买 所有的图形里面 基本上我们都看到 一块钱美金 累积到大概2017年左右 的一个图形的话 基本上逢低 谁胜出 当然是一笔金额进去的 一笔金额进去 可是他进去那个点 怎么会知道他可能是最低呢 他可以落在高点 他不是被套牢了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个重点 你觉得台湾股 大致上何时何年何月 会涨到2万点 绝对会的 3万点也会 我觉得4万点 搞不好我已经进棺材了 对不对 那是时间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单笔进去的话 基本上我们看图形的话 就是蓝色的曲线 会是在一直以来 就是跟所谓定期定额 跟所谓的逢低买入情况的话 会越脱钩越脱钩 但是如果 一直放得够久就对了 因为其他持续在买入 成本还是不断的在往上走 但是如果说你每一天 但你都不小心买在最高点 或是选错股票 但问题是现在1万5 大家说高高高 问题是以后万一3万点 那你许是现在会觉得说 好后悔 当初早就听老师的话 赶快去进场去买了 段老师你觉得 现在是应该单笔进去买的时候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看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这个图形的话 逢低买入的图形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去对应谁 对应定期定额 两条曲线完全走势一模一样 那你还要逢低买入吗 逢低买入你在那边研究了 老半天说 现在到底跌了10% 我要不要进场 在那边怀疑人生说 我到底要不要进还是要出 所以怀疑人老半天之后的话 结果跟定期定额的走势图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的话 那基本上 那干嘛还要逢低买入 但是逢低买入的话 有一个诀窍 也就是你市场未来 如果说有可能会crunch的话 也就是会下跌的时候 那你势必逢低买入的 那个情况 会比定期定额 还有单笔进出的金额 会比较佳 这从S&P500 1980年代 结果还是定期定额比较好 对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逢低买入 教要税的好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用定期定额 OK 所以整体的结论还是定期定额是王道 谢谢段老师 我们大家要来看看高阶晶片的战争 现在有什么新亮点 马上再回来 大家还要看下来 请不吝点赞 监yn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